我要你很好 我要你很好 这句话呢 真的是充满了许多的祝福跟期待 而且是不分性别啦 对象啦 年龄啊 只是呢 在今天我要你很好的节目当中 我们是比较要来追一下进度 因为人口老化 整个社会结构国家 老化的速度有点快 有点呢 让大家有点惊吓 所以呢 今天要比较来关注的重点 就是有关于 这个老化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快速的一个老化节奏当中 很重要的是 要重新有正确的认知 然后呢 也要如何整理好心情 一一的来面对 可能是你自己 或者是周遭亲朋好友家人 所要面对处理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呢 陪我们来了解的特别来宾 再次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腾南市政府社会局照顾服务管理中心的 洪明廷洪主任 那么刚刚跟主任聊到很多 其中呢 就是上一个段落就是有聊到 人活着就是咬动麻 那么老了 千万不要因为呢 可能身体机能的老化 就觉得整个大方气沉沦 我想 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在说活药老化 其实长照服务是我们最后面要 最后我们也应该是说 如果能不使用到 最好不要使用到一个支援 那其实前面的一个活药老化的阶段 就非常重要 每一个人都会老 但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老 其实我是觉得自己要对自己负一些责任 我们说要活就要动越动越快活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希望就是强化我们前端的一些 预防健康的一个工作 让我们老人家使用长照资源是越短越少越好 就像芬兰一样 就是在死亡之前只有两个礼拜卧床时间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目标 我们说你就是要多去做社会参与 因为其实老65岁之后 它的退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老了其实更要动 而且你也可以积极的来继续延伸 所谓的一个参与度 参与的东西其实你才有互动 你也才会想要跟着动起来 像是长青学院跟乐林 对 这些都不错 或是说其实老人家真的是 我们的宝 他有很多的智慧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藉由 像我们目前在推的社学照顾关怀据点 他的讲师其实是 我们期待是培育老人家 他可以自己起来当老师 他除了他可以当学生之外 其实他也可以提供他的专产 专产的部分来当老师 譬如说我们都说 你这个阿嬷很会薄霸掌 你这个阿嬷很会薄霸掌 你也可以出来教别人薄霸掌 对象很多人应该不会薄霸掌了吧 对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 借有这样的平台 其实是让老人家除了 走出他的家门之外 其实也是培养他的自信心 因为其实真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老人家其实对于自己 有一些觉得是 有点放弃或遗弃了 对啊那其实他还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个 给社会帮助的地方 像我们也一直在推动 像是老人出来当志工 老人服务老人 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的 为社会贡献的能力 那当然就是像老人家他如果以前退休的老师 或是退休的职业 其实他都可以发挥他的赚 像木工师他可以到社区里面帮一些 可能弱势的家庭 就是修修家具 其实这都是一个回馈社会的方式 也是培养那个老人家自信心的部分 对 那有关于社会局 关于老的部分 比如说像有培训的部分 还有呢就是一些促进关怀 或者是照料的部分 各项的资源 应该都还分得蛮细的 就是要不要稍微的来这个说明一下 然后也可以介绍一下 电话或者是网路 可以怎么样的去联络 就是针对老的部分 其实我们老人福利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分为几个大类 就是一个经济协助的部分 因为有一部分 他还是有经济上的协助 那这个当然就是可以寻求 像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 或是照顾津贴 这样的一个经济协助 那另外就是在于社区参与的部分 那社区参与就是刚才有提到 长青学院跟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跟热领中心这几个服务措施 那另外就是在于那个健康处境 就是我们据点的做一些健康处境 或是说你来当志工 这样的一个健康处境的部分 那其实台南市的相关的资讯 其实除了从社会局 或是我们照管中心的网页 上一些照顾咨询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拨我们 照管中心的电话 06-293-1232 那我们中心就是 接收到你的电话咨询之后 会提供你完整的一个相关的资讯 那如果需要申请相关的照顾服务的话 也会有后续的照管专员 直接到家里面帮他去做评估 我们说老其实会影响到 身体及心理的部分 对不对 对那关于身体或行动力的部分 主任有什么样要来提醒大家的 像其实我们 我们期待老人家 还是都住在自己家里面 其实家这个空间的部分 对人家心里面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照顾的环境 但是有时候面临到失能的状况之后 家里面都有一些环境 对于老人家确实是不方便了 那这时候其实可以藉由 我向政府部门提供的 居家无障碍改善 这样一个方案的部分 像是家里面需要加装扶手 马桶旁边加装扶手 或是浴室里面 要加装一些直滑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帮助老人家 在家里面住的 就是多一点时间是住在家里面 其实这样也相对的减轻 家庭照顾者一些家庭照顾的压力 譬如说他本来是有一个门槛的 他可以加装斜坡板 那其实在照顾的过程 像是推轮椅的部分 其实家庭照顾者就不需要 负担那么大的一个力气 那像浴室的部分 像他可以申请一些 像是洗澡椅的部分 或是一个扶手支撑的部分 让家庭照顾者在帮 长辈在沐浴的过程中 是更安全更胜利的 所以这个是有计划的 然后可以申请 有专人去帮你评估 去查看一下你们家的实际环境吗 是 其实我们这个部分还蛮贴心的 我自己觉得蛮贴心的 就是我们照顾专员 就是一开始会先去家里面 评估他的居家环境 跟他的失能程度 那认为他有必要去针对 家里面的环境 做一些改善的部分 后面会有请专业的治疗师 像是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他会针对这个个案的失能程度 因为每个个案可能是左摊的 左侧偏摊或是右侧偏摊 他要加装的位置不一样 那身高有的阿嬷是比较矮小的 那有的是比较高 他扶手高度要装哪里 都会影响到 他后续在使用这个扶手 是不是便利性 那这个扶手加装之后 能不能促进他的一个肌肉 肌肉力量的恢复 因为藉由服务手 他可以多练习肿肉 所以这个高度的问题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都会连结治疗师 到家里面去做评估 设计适合这个 这个失能者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方案之后 来提供给他最好的一个环境 那很现实的 又要再来问说 这需要费用吗 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政府部门 就是针对无障碍改善的部分 最高可以补助十万块 那当然就是超过的部分 还有支付额的部分 刚才说的 像是一般户 支付三成 中低一成 那低收当然是 如果在十万块里面 的话就是免费 那大概最高额的补助 就是十万块 这样子的费用 像是 有一些老人家 其实可能他年纪真的很大 那有一些家属 他觉得要申请 申请障碍手册 要到因为 他是不方便的 也由于有一些 他可能有多 一些方便的考量 他不愿意去申请 但是有时候 到医院就医 他其实交通上面 是不方便 那这时候 其实还是有 交通接送服务 可以服务的 就像复康巴士 那复康巴士 一定要有 身心障碍手册 但是我们这边 长照里面的 交通接送的话 我们是 只要经过 照管专员 评定他符合 这样的资格 不需要有 身心障碍手册 也没关系的 那真的还 不错耶 只是说有些资源 没那么的 广泛的得知 有些人就会觉得 真的很紧张 会觉得说 怎么办 怎么办才好 对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 有时候 家里面面临到 这样有照顾需求的时候 其实是手足无措的 也不知道资源 从何找起来 对 那其实我们当然 是未来会持续 跟医疗院所这边 去加强合作的部分 在于出院的 准备工作的部分 我们持续的加强 如果有出院准备的个案 他也有照顾上面的需求的话 直接可以借由 直接转接到我们中心 那这样子 由我们中心 直接主动为他提供 相关的咨询服务 或是评估方案的话 我想这可以有效的 减轻家庭照顾者 在当下 手足无措的一些困境 那关于 我忽然想到 如果是独居老人 怎么办 独居老人的部分 其实我们跟 区公所 因为像我们台南市 独居老人 其实都有一个 类似认养制度的 那我们每半年都会 普查一次独居老人 各区的独居老人 那会 就是去区分 有一些有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的 邻里的部分 就会由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的志工 去做认养 他们定期问安 关怀方式 那如果没有 社区照顾关怀 据点的一个地方 就会有礼干事 或是礼展 或是我们会连结 华山基金会 或是中华邮政 他们都有 独老的关怀方案 那这会将 我们普查出来的 所有的独居老人 都做一个 类似 分配 每个人都有 被关怀 被关怀仿式 关心了解的 一个窗口 那所以他们会 基于定期的 了解状况 如果有一些 资源需要连结的话 可以及时的 pass过来 给我们社会局 那还不错 不是单一的 至少还是可以 跨到一些 民间单位的 整合力量 因为其实 独居老人 你说台湾是 三千块四千个 其实你说 由社会局 独立来做这件事 其实它有 它的困难度 因为其实 老人家的状况 可能瞬息万变 我们说 瞬息万变好了 因为他有可能 今天你打电话 给他其实 是没事 可是可能隔天 或是一个行动 不方便跌倒 他可能就会 造成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 回归到 就是说 我们期待是 独居老人 如果都可以 来加装 这个紧急救援系统的话 其实是 更及时的 因为他如果 独自在家 那就有 如果真的是 不小心发生 一些意外的时候 他按下 那个紧急救援系统的话 直接连到 我们警察局的部分 可以更是 更快速 更及时的提供 他的一个协助 OK 人的过程 生老病死 只要有正确的认知 都不要去恐惧 哪怕一开始 因为不知所措 而产生的恐惧 其实也很自然 最主要的是 你要静下心来 然后可以去 搜集 周遭可以运用的 资源及管道 然后循序就班的 来做适当的处理 这样子就不会 过于惶恐了 不仅仅呢 是乐龄者 长辈们 要这样子做 然后同时呢 身旁的家人 也要记得多 给与关怀 一起陪伴 才不会觉得 有所落差 然后呢 彼此造成 更大的一个负担 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我们的特别来宾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 照顾服务管理中心的 红主任 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 那相关的网络的资料 查询 或者是电话服务等等 你都可以就近的 来寻求协助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告一段落了 我要你很好 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好好开心的过 我们下次见了 进入到 我很好问答时间 那今天呢 要来帮听证朋友 发问的 也是跟更年期 有关的问题 看来呢 大家都非常的在意 这个部分 那今天呢 这位听证朋友啊 就是来自这个 东区的林先生 那他想要问的是 男生有没有更年期呢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应该 都是大家的疑惑 那我们电话线上 康州拯救援所的 周明慧医师 已经跟我们连线了 欢迎周医师 来帮我们做解答 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 只是男性的更年期 不像女性的更年期 那么的剧烈跟明显 通常女性的更年期 比较明显是45岁到55岁 那这段期间 因为女性革命的急剧的下降 所以很多的这个真理 上的电话就会发生 包括说睡不好 灶海 潮泡 或者是说一些 皮肤的问题 或者是生命物方面的问题 但是男生虽然没有像 妇科方面的一些症状那么多 但是男生呢 还是有更年期 那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男人的更年期比较长 例如说有人认为可能到30岁到60岁 都是男人的更年期 30岁到60岁 怎么可能啊 30几岁的男人不是正当壮年吗 对 那他的概念是说 其实从30岁到60岁开始 男人的男性荷尔蒙的量 在逐渐的下降 只是他不像女人 可以很明显看到40岁到50岁 这10年当中快速的下降 男人快下降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还是一样有下降 平均大概是 每10年 雄心荷尔蒙的这个浓度或是效用 可能是减少成为 8成或9成的这个效果 所以男人也是有更年期 只是男人的更年期比较长 那整个的下降的幅度比较慢 概念上是这样 是就是男生跟女生 其实都有更年期 只是明显度上的差别 还有那个时间长度的差别而已 对对对 是 那我们今天呢 再次的感谢康州诊所的 周明辉医师在我们节目上 帮我们的听众朋友 解答相关的疑惑 谢谢 谢谢你